大家好,我是老何 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国产啤酒 今天我想品鉴的就是这个泰山精亮的蓝色极光 我相信如果说我把这款啤酒作为国货之光来说的话呢 有很多人肯定会喷 但是我先说一下它的参数啊 原料里头呢 除了麦芽、啤酒和酵母以外呢 它添加了酒花浸糕和果酵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啊 加这两样东西它就不配为国货之光 但是我要说几点啊 第一个就是泰山啤酒呢 确实是改变了我们中国啤酒一个现状的 一个重要的啤酒厂商 它把我们从10年开始 带到了一个新的从水皮到原浆啤酒鲜活的一个概念上来了 第二就是对比之前的红期也好 黄期也好 它的参数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原来的3.3、2.9 现在的原脉之浓度达到了13度 酒精度达到了5度 所以说这个参数对比之前有很大提升 第三就是价格方面 对比之前的十几块钱一瓶的720毫升的来说呢 这一款虽然只有450毫升 但它的价格已经降到了6块钱的价位 所以说在6块钱这个档次能够喝到泰山原浆 在原来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现在还可以 然后就是它的风格 这种古蓝色的瓶子 还有它的悬盖的设计 也会吸引不少年轻人的喜欢 所以说这就是我作为第二款国产啤酒品鉴的一个原因 来吧 我们今天就来试试这款泰山的蓝色极光 非常简单啊 这种拧盖设计一拧就可以了 保质期也是28天的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我也品过 红漆还有黄漆 内凉宽酒好喝 颜色就是这种浑浊性的黄色 很清透的也还是可以 泡沫非常的绵密 麦香也是很浓郁的 感觉在这个酒体上面呢 已经比黄漆要高了很多了 麦香浓郁 入口的麦香味还是很足的 带着一种甜味 进入到口腔当中呢 这种香味一直在持续 后边稍稍有一点点发酸的感觉 第二口还是这样 喝起来的入口甜 然后后边的酸里头呢 还稍微有一点点苦味 就这么一个感觉吧 这是第二口的感觉 整体来说我觉得 比之前的黄漆要好很多 好喝 而且没有显得那么淡 黄漆确实它的这个度数太低了 所以说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口感和持续度 但这个要好很多 我们再静静地回味一下 这个感觉还是有的 而且它的这个麦香味确实很足 我记得我是在10年还是11年 第一次喝原浆啤酒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说原来国产里头还能有 这么好喝的这种麦香味这么足啊 那种喝起来是啤酒味的啤酒 所以说后续的也帮助我们推进了 包括几大啤酒厂商来生产 各种好喝的 就是不添加大米啊 淀粉的这种白皮也好 精量也好等等 所以说我觉得 泰山这一点还是值得认可的 所以说作为在网上说啊 它是国内第二好喝的啤酒 所以说我也把它放到第二期来 说一下它作为一个国货之光 还是可以代表 好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这款 泰山的蓝色极光啊 现在在狗东的价格就是差不多 六块钱的价格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后续还有更多的国产啤酒的一个推荐 拜拜 拜拜